字幕提供 昨天大盤正好涨到平盤 但是是红盤 因为它不是负的零点几 是正的零点几 那昨天蔡老师也跟你讲 今天的盤就让各位涨99点到100点 各位失控了 为什么因为最高涨到了115点 这真的控盤控得不好 所以说明天要修正回来 各位讲解大盤之前 蔡老师还是要祝福大家 衷心的祝福 全球准时收看一言新方的投资大众 蔡老师希望你跟你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也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台湾已经 昨天为止是连续本土 这个病例24天都是挂蛋 希望今天迈入第25天 甚至于说全部也没有境外的一个病例 这个全球都吉祥如意 这挺好的 尤其今天是农历的4月15 又是吃素的好日子 各位对不对 那公司派不见得要吃素 因为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尤其蔡老师昨天在平盘的时候 跟你讲今天要涨99点 更要加紧脚步 达到蔡老师这个微薄的愿望 各位对不对 因为昨天的盘为什么涨不动 我跟你讲的 大家法人都在等什么 就业数据 各位有没有 结果 美国的民间企业就业大减超过2000万人 各位这几乎是台湾的人口 恐怖吧 恐怖 很多企业可能后面都会出现不知倒地 各位所以你要平安 各位是不是平平安安才会有机会 迈向后面经济复苏的时刻 各位对不对 你看美国都大难临头 那他财政部一直在放钱 这我已经跟你说过 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是0.8兆 现在美国财政部已经抓狂了 他认为后面会放大到10兆美金 不管一直印钞票 各位你知道 选举前都把这样开支票 因为11月份要美国大选 各位见怪不怪 重点是哪里你知道吗 高盛预估的 这你要看清楚 高盛预估 第二季 先进的经济体 大幅GDP会大幅委托32% 你看台湾多棒 你看现阶段全世界都在讲台湾奇怪 也都不用封城 人民都保持经济活动 然后都正常的一个上下课 奇怪 这个台湾是用玻璃罩 圈起来是不是 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疫情 影响不了台湾 因为人民水准够高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后面高盛认为第三第四季会爆炸性的复苏 那台湾这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难关台湾都已经来做一个突破了 那我们当然就率先的享受其力 所以今天的台股能够来做一个什么 一个中红就如同赛老师昨天跟你讲的涨99点 最高涨到115点 不好吗各位 你知道美国连牛肉都买不到 大家要改吃素 哇 这个大地之母这一招棒 对不对 全世界都封城经济活动暂停 南极圈的上层的一个臭氧层修复完毕 全世界全部的一个空气污染全部都减到零 你看中国大陆也都活起来了 各位 你人类不好好像就是地球好 各位就是因果关系吗 各位 再来看看我跟你讲的来 昨天5月6号外资是不是持续三天卖 第一天礼拜一卖370亿 昨天卖123亿 今天卖52亿 那外资卖 外资卖他又没有测掉 因为新台币还是维持在29.9 各位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会涨 因为昨天蔡老师已经先跟你点名了 你昨天下午三点 你如果看到先祈讯 你会想说蔡老师今天一定对 为什么 持续又对了 因为昨天投信买超 加温 国安基金是不是来无隐去无中 你哪知道他买什么 他不会讲 各位 他讲也没有用 为什么 害了那么多受嫌 买了几千亿都崩下来 一万一就已经买了 你以为蔡老师不知道 后面在8500捡便宜的 我也会捡 我不是叫你去捡台积电 各位 所以你今天要知道 政府的一个心态怎么办 看头信 因为你委外代操给人家拿政府的钱 你买就是代表 心急了 要护上去了 各位 这样你能够接受蔡老师的一个理念吧 来 所以今天的大盘 恶高震荡走高盘 包括蔡老师盘中 YouTube 坚持我的论点是对的 我讲完之后 你看 马上就拉上去了 所以你现在在普通电视 要看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不可能 尤其是盘中 你要去YouTube看 各位 市场上最棒的 因为直接跟你讲收盘 各位 现在收盘收多少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各位 张67.10842 最高多少你知道吗 因为我说10900不会上最高10890 10900以上就是卖压沉重 不是说后面过不了 而是你要体会 涨了2489点 台湾又这么平安 股票又这么的活跃 又这么活泼 你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各位难道每天要涨500点吗 各位那是崩盘之后的反弹 各位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做空的是不是 这一坡话实得不明不目的 不会明目嘛 为什么 经济要败 经济不要问外国 台湾怎么败 台湾1.5是 是小龙失手 各位 我们什么时候 揚美土气过赢韩国 不用打棒球 GDP我们终于赢韩国 各位对不对 好想赢韩国 没有 我们现在都站在全世界的顶端 韩国也赢 香港也赢 新加坡也赢 对不对 香港听说第一季GDP 那是8点多 你看多惨 各位 所以你看看 蔡老师跟你讲 你一直在等待西坡 好了 纵使西坡出现 也是让蔡老师原先 100个选股的标的 变成50个 变成30个 还是转不停 各位 你看看 我有一没有改过 台股未来是种形态 从3月19跟你讲 8523这个可能就最低点了 8月23更加的肯定跟你讲 涨涨涨 各位 你看看 未来新台币如果升值到29 台股就站稳 万一挑战万二 这一些东西 涨涨跌跌 才会增加台湾股市的故事 这样发展才精彩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诡谓多变的股市 你到底准备好了没 让蔡老师来帮你好不好 让我来帮你搞定这个台股好不好 不然今天你买什么股票 各位 昨天你买什么股票 昨天你出了什么股票 这全部的东西都是专业 各位 路逢建客方程建 不是诗人不限诗吗 蔡老师有没有临时讲股票的 没有吗 礼拜二 为什么收市率 全市场第一名 我跟你讲母亲节 要感恩 你有没有感恩 你有没有感谢你妈妈 各位 尤其是单亲爸爸的更伟大 家里的杂事 对不对 都是他一个人打理更伟大 各位有没有 养儿方之父母恩 礼拜日 起码要跟妈妈讲一下 母亲节快乐 对不对 跟第一季财报 来 蔡老师讲的东西 有评有据 你在YouTube 在Lite 在TG 在网站 你通通可以看 品封大中华 各位 知不知道YouTube 有问题用Lite at 问 我们小编马上跟你回复 全部最完整的放在TG 要验证 不为的你也打电话来 或者在蔡老师公司的官网 丰盛团队跟你讲清楚 要怎么加入所有的东西 各位 一切如预期 包括今天的大长 各位 礼拜二讲什么 来验证看看 看蔡老师的功力 来 礼拜二 晚上跟你讲母亲节 讲这么多 包括圆百 我也跟你讲止跌 今天有没有涨 也涨 是不是近期新高 你看大跌 礼拜一大跌 礼拜二反弹 我也跟你讲有效 重点是哪里 来 生技美中股 是不是跟你单挑大疆 有没有 8436 大疆 昨天 276 各位 外资有没有买 创新高拉回 今天的大疆 有没有落势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 8436的一个大疆 今天的一个表现 收261 最高265 还没完 再看下去 来 礼拜二晚上跟你讲什么 富邦美 还有谁在这 各位 8454 有没有 预计第一季 营收加 有没有 各位是不是 网购股 宅经济 你看看 这礼拜二的线图 471 我跟你讲要占上500块 我讲的东西 你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看到 各位今天的富邦美涨停板 从471涨到54 是29 各位 总共涨了多少 73块 两天 礼拜三跟今天两天 总共涨了73块 请导播打出日 可以先让大家看 你看看什么是 你需要的老师 各位 还没完 各位 富邦美 今天 收涨停 543 有没有买 有吧 好来 自新 电子股的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来 蔡老师是想写在这里 5月5号吗 那你要不要靠蔡老师来帮你搞定台股 不然台股各位 太难了 你玩不赢 你知道这一波空方输的多惨 我就光光挑一档滑通 我就跟你讲空方这个造假 哪有前一天放空6000张滑通34块 隔天给人家弄报告说滑通的坏话 这很可恶 这要抓起来 虽然人在香港 这很可恶 这影响金融市场 各位有没有 但是我也知道他要倒霉 今天的滑通多少 我们请导播打出2313的滑通来 各位 今天滑通41块 市最高 被高了7块了 各位 你看看四季刚 昨天蔡老师是不是跟你讲 哇 大盘跌 四季刚还拉上来 给我们卖的太高兴了 后面拭目一定有大行情 希望你跟上来 有没有 你看看我讲完之后 你看看晚上的一个数据 因为蔡老师这个节目都是live 不能作假 不是说录好之后才播 各位是不是 融资大减1500张 外资也卖自营商也卖 卖了超过1200张 有没有 股票不就是要这样赚吗 各位 今天杀到876 你看看 是不是礼拜二的题材 各位礼拜一跌八毛 是不是买得很高兴 公开跟你讲 礼拜二马上现赚涨停板 有没有 各位是不是 然后外资抬价 外资那一天卖了123亿 唯独买超第三名 就是蔡老师的四季港 我问各位 你今天如果不去算好 你的股票要卖给谁 那你可能会噩梦缠身 因为你会不知道怎么办 就像友达跟群创 都从二十几块报到 现在六块五块 你是希望友达群创 变凤凰是不是 有机会 但是我不晓得会涨多少 因为主轴不在他们两个 各位 现阶段mini LED的族群 开始在发酵 2020年也是mini LED的一个元年 蔡老师跟你讲 每天一苹果 你就不用 受这个空军的折磨 你看苹果今天是不是沾上三百块 各位 时间很宝贵 你要用在有意义的身上 有意义的事情的身上 各位 你只凭好运赚来的钱 你最后一定会凭实力 舒缓这个市场 所以蔡老师在这边 用胜利的召唤召唤着你 各位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枪在手 当然要跟着蔡老师走 各位 母亲节快到了 蔡老师给各位 最大的温暖释出 最大的诚意 也即将要结案 希望各位赶快 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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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明乐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言行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各位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也希望这个 疫情赶快过去 还给地球一个 清净清凉的修行道场 大家都平安 这礼拜日是母亲节 蔡老师也提早 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大家都母亲节快乐 最棒的 就是这种家庭的温暖 各位 所以时间很宝贵 礼拜天不做股票 记得要跟妈妈 喝喝茶 吃吃饭 各位知道吗 时间很宝贵 你要用在 有意义的事情身上 各位 平常的时候 要做股票 要有蔡老师 这样有用的讯息 不要再去听名牌 各位 没有名牌 就没有伤害 你股票都不懂 一天到晚听名牌 你就要赔大钱 各位 要了解股票 找一个真正了解股票的人 来帮你 各位 蔡老师 了不了解股票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来验证看看 各位是不是 我总不能讲说 我这个股票超厉害的 错了 股票永远学不完 对不对 你看看 是不是 有没有 各位 然后你都可以去看 各位 盘中 YouTube才有 然后盘后 东森财经 还有每周二 下礼拜第91集 明天礼拜五 你可以提早布局 我们标的都五六日 我们在加班 我们在找 全市场 这些法人的题材 我们都领先 他们两三天 我们要知道 后面人家会聚焦哪里 就像蔡老师 稍微跟你透露 迷你LED 你知道要买哪一支吗 各位 所以蔡老师 YouTube Lite TG 跟网站 都让你来加入 免费的 你自己去订阅 你自己看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专业 因为这种东西 是不会糊弄的 就像蔡老师 现今的节目都是live 怎么有可能会准备好 或者是拿涨停的出来讲 我们没有在这样的一个什么 欺骗你 你自己来看 台积电 今天又拉到299 台积电当初235.5就最好赚 所以蔡老师跟你讲 一人一张台积电 需要国安基金吗 国安基金也不买 国安基金要护 也跟美国一样 都在护金融股 然后现在要发债 金融股要倒大美 印钞票在旧经济 就代表真的窟窿那么大 大家就不想要捅破那个窟窿而已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我们之前 这个报告写多好的中信金 怎么去踩到马来西亚的一个什么坑 结果中信金是不是一直被卖 金融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一天到晚都要等石油 涨石油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各位 你今天不从这些产业面 真的有前瞻性的去赚钱 你一直在等石油 你一直在等台硕四保 我一定会帮你做回来 但是我现在就 好像还没有东风来 对不对 那还没东方 你是做什么台硕四保 不要那吃吃的等 不用等那么久 各位 你看看 235.5涨到2309 你看 要做骆驼股 不来找蔡老师 各位 要不要相信政府 当然要相信政府 要不要相信全王台积电当人要 要不要相信当家的 绝对的 这是必须的 对不对 不然你要相信二当家 三当家 还是小当家 你以为在结债 你以为是古代三寨大王 各位 台湾人要加油 各位 是一个尊严 是一个荣耀的国家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大力光 今天来到多少 4150 当初放空的3655 3620 不是全部都惨了 有没有 你自己看 弄报告假消息 然后再做空 那不是都被蔡老师抓到吗 所以只有蔡老师坚守正义的一方 各位是不是 其实是产业的一方 也是公司的一方 有一些公司 点点不爱公围 那你不要以为他吃素 有一些市场败 你也不要以为他吃素 各位所以这一波空方 真的输得太惨 各位蔡老师太清楚了 我跟你讲 郁金光 对不对 是不是马上窜起来 华通更不用说了 今天公道414 公司派不是吃素的 故事这样发展才精彩 有没有 你看看当初4月23 我就给你抓到 你看还有这么没天良的 前一天放空6000张 隔天给人家市场丢报告 这实在太可恶了 各位你知道散户 你在这一种不合理的金融市场 你做股票几年 十年二十年 你就被这一群人一直吃 当然这一群人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只不过让他们这样的 很明显的陷阱 你踩进去 我觉得也不对 你应该聪明一点 你撤掉 各位对不对 或者不要踩入人家的陷阱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349今天414 4月30号我就跟你讲 空单要保重 再见阿郎 说论发言的 空单保重 兄弟保重 各位 你看看苹果 我是不是跟你讲 每天一颗苹果 空军远离我 有没有 是不是 苹果 收盘 站上 站稳了300块 最高 303 各位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等于就是跟全球的一个产业面做接轨 因为蔡老师有评有据 不是只是要推荐标股 然后叫你去抬教的老师 我们是要算法人会去酝酿什么样的产业 事先上教 然后等法人大买的时候再倒给法人 所以说买股票你要想好要卖给谁 这才是重点不是买每个人都有买 你现在有钱 你是不是随便都可以买 你也可以买鸡蛋水饺股 觉得他会转机 下次就认了鼻子摸一摸 各位对不对 你什么都可以买 买不是问题 重点是卖 你要卖给谁 如果一只股票没有行情 你痴痴的等说人家会去买 那代表你想的太乐观了 建议你买股票这个动机去做善事 现阶段有很多基金会都缺钱 担心爸爸担心妈妈很多都缺钱 你看为了一万块 大家抢的眼泪都要流下来 有的担心妈妈说剩下六百多块 然后坐公车去为了要驱公所 要了拿这一万块 这个人不爱故意 气死了各位 有时候不要生气 因为人往往气都会气死 急怒攻心 尤其立夏今天第三天 夏天的火气比较旺盛 所以说有时候冷静下来 冲冲冷水澡 不要让自己太生气了 各位 惠特为什么要跟你讲 因为这个苹果可能要把整个mini LED产业整个台上去 你看SE卖得这么好 蔡老师事先就跟你讲 来各位 惠特我4月23号我就跟你讲 那时候最高还928而已 这是LED的上游 各位 今天的惠特 昨天跟今天连拉两支涨停 他检测设备厂动了 然后各位 包括金电LED晶片的一个供应 你看 这个如果台湾后面忘记还不得了 各位 包括龙达 这个也LED晶片供应 都准备好了 各位是不是台表科 做LED的打建制程 今天也拉涨停 尾盘拉涨停 各位 农创 你看 连这个红海一直赔钱的农创 搞不好 做LED封装都能够翻身 那如果农创翻身的话 红海会不会翻身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期望有点太高 各位 维影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都写在这里 GIS 低点测之后 今天拉上来 见准 还没公布4月营收 可以留意 洪杰科 昨天915高点 50个月营收新高 今天多少 916 我昨天跟你讲 文帽 这都族群性的 今天也拉到271 各位有没有 奇力薪 19个月的新高来 不敢买国具的 是不是奇力薪要动 我相信每个人 都需要某种帮忙 你需不需要 蔡老师来帮你搞定 台股好不好 蔡老师在这里 对你做胜利的召唤 你要好好把握 产业选股 才是散户你 唯一翻身的 唯一的一个途径 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母亲节给各位 最大的温暖 蔡老师释出 最大的诚意 也即将结案 各位 希望各位赶快 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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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时间 交还给明乐 感谢粉丝也提醒您 节目中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